来关心的这个气暴过后 其实高雄的观光受到了重击 但其实高雄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旅游的地方 帮助旅游业来复苏 在昨天有邮轮业者 特别带着香港来的旅客到高雄来玩玩 同时他们还捐出了150万 要来帮助重建 超过17所香港小学的学生 搭着邮轮登台旅游 第一站就选了高雄 为低迷了好一阵子的高雄旅游业注入活水 我们的旅馆观光旅馆 大概掉了两层到三层 这个气暴本身事实上只有三条路 那么总共两个区26个里 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那么其他的地区还是美丽依旧 希望更多人来看看高雄依旧美丽的地方 有任业者还捐出150万帮助再能重建 这60位小朋友见证到这些公益的事情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做公益的这件事情能够留在心里面 然后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那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 这些受影响的市民能够早日走出这些阴影 五天四夜的行程 小朋友们要参观高雄博尔特区 以及六合夜市 而这只是开始 更希望高雄的观光旅游业可以重新站起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